啊唐大叔又回来了 现在在一个荒山野外的地方 下雨天点火不容易啊 然后先把饭煮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家 这木头下着雨都不怕 这木头比较难点 但是点起来之后还是效果不错的 啊刚刚顶着雨对吧 在这里泡个面吃 这是三号尾不错啊 这里直接就有海景看 就回来以后就一直下雨了 天气 哦在森林里住的时候 比温哥华还潮湿 现在已经很潮湿了 一边下着雨 啊大家好 不知不觉呢 就回来了对吧 真有点舍不得 那今天作为收官呢 唐大叔来跟大家讲一讲 露营的这个装备 唐大叔说过 从来没有露营的经验 那这次下来之后呢 呃我觉得全都够用 而且全都用上了 这是我最欣慰的 那在装备 带哪个不带哪个选择上面 唐大叔又考虑了很多 呃一开始吧很纠结 但上路之后呢 那就很够用了 那来详细跟大家讲一讲 首先咱们来说唐大叔这台车 2016款的JKU U就是unlimited四门的意思 那唐大叔这辆车呢 做了一点点小的改装的还是 大家留意到了一些小的配置 这些我前面后面挡雨的侧面 那前面那个是除了 跟大家讲一下吧 后面那个呢 水就不容易流到车里了 刚刚看到 这个呢就是特别吸烟人士 有这个东西之后呢 呃打开一只窗户到这里啊 甚至低一点都 下雨天都不会有水进来 这个挺好的 第二的改装就是这个 我们叫bug deflector 就是主要是改变风向 那小石头和虫子 那就不容易砸到玻璃了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一大堆虫子很难清理的 所以这个是这一个升级 那再来呢咱们就来点核心的开始吧 从前面开始讲 那唐大叔这一趟出去呢 并没有从现代世界吧 带太多东西过去 家里有的一些东西 摄影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首先看到这个 这个也是MVP 这东西我买了很久 可能跟很多人买的原因一样 呃喜欢看YouTube上一个YouTuber 叫Casey Nastab 就是这个家伙 他就是用这个加他的佳能70D 来拍很多东西 vlog什么 但是没有很多用到 但这一次MVP 相机拍延时摄影 还有这个灯 这个也是个MVP 一分钱一分货 真的多花一点点钱买这个 真不便宜这个小灯 那可以改变色色调啊 暖色啊冷色啊 然后光度啊 这个东西是很很有用的一路上 晚上我煮饭的时候 多次都是靠着他的灯光 然后把这个木头火点起来之后 才开始欢乐的煮饭 那但是最主要呢我想跟大家还讲另外一个升级 那因为木马人呢他是没有休息脚的地方 那然后呃我出发前呢在淘宝 呃亚马逊吧 就跟外国淘宝一样买了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放脚的东西非常给力 一路上呢你脚就可以可以换个姿势 但是呃像他开这么多呢这个绝对是MVP很很大的帮助 那再来呢在木马人JK上面呢有很多这个呃插电的地方 呃其中这是一个下面这里呢里面是有的插电的 那你插了之后可以直接听歌从这里走的 呃另外一个呢在沙哈拉这个级别或者卢比肯 你这里有三插口呃可以充很多电器就是USB充不了的 所以呢唐大叔呢呃其实这个线走的一般我会插这里 下面粉红色线的 然后这里两个我是一路去就带两个电话 一个是SE老的小电话那种 一个就是这个6S Plus也不是什么太那个的电话 那带了这两个我就一直冲着 因为一路拍嘛电会用的快 那基本上电话一直挂在这里一个 呃同时呢我自己DIY一副手套 我带了三副手套一副是随车工具包里面的手套 那一般弄萤火的时候弄木的时候我们都弄不然扎到手 一副就是那种毛线手套平时一直戴着 另外这副滑雪的也用上了 当时大家可能视频看到救人的时候啊用到这副手套 但平时不戴这个呢我就把其中一个弄成这样子 放在下面这样电话呢一般我都用小SE挂在这拍那个严实摄影一路上那些 放在这之后呢车子抖动就不明显了哈哈这样子的啊 这个一般就拿来听歌了一路啊 听歌方面呢我是在这个出发前啊 苹果apple music16块钱可以家庭用的嘛 或者10块钱一个人用的 然后就可以下离线的歌了对吧 听了很多下好之后呢离线啊 那基本上晚上一直去听Bob Marley对吧 哈哈他的love songs 一路都有各种各样的风格 包括我自己球鞋阶段吧 那时候听了很多嘻哈音乐或者什么 一路上就一边怀旧一边走非常欢乐 可能其实带个CD也是不错的 像啥啥都可以放CD的 那只是这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呢 哈哈一路唐大叔都是用的原装带的导航 然后基本没有去蹭网去找地方 那走到哪有时候用坐标对吧 精美度很少用过一两次 因为我有个APP研究了一下 就买了这个camp and RV 这个all states 这个APP all states 那这个里面呢 没有网络的时候它也会显示 那他现在有网络有地图 不然的话呢你把它放大 它会显示旁边campsite 像现在这个小小的就是其中一个 我附近不多 那一路上用这个有时候 比如说它上面会写坐标的 那我就用这个找 用过一两次吧 基本没怎么用都找到了 平时呢 我一路开过来呢 五速变速唐大叔的最爱 JK上有 以后就变八速了 手自一提 那累的时候呢 可以换一下这个自动挡开 不然的话我基本上一路 其实都是用手动挡在开的 那这样子开过来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慢慢的这个弄呢 我这右手边基本上是常用的 首先这个包是我最爱的 温哥华的本地品牌十足鸟 那十足鸟的这个包包 这个包一般我里面就是放贵重物品的 护照啊 钱包啊 放完之后呢 这个包我很信任它 一下车我就背着 我不担心它会弄丢啊 或者这些扣的地方断掉 所以呢一路都这样子的 再来这边呢 那我就放一些随手的东西 首先就是去一个地方景点的那个地图吧 啊 像这个我一直没舍得 哦 这是最后一站 Mont St.Halland 对吧 这个地图最后一站的 之后呢 我放点零食在这里 有时候放在小盒子里 随手路上 饭的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那可以吃一点 另外常用的这几个 我还多带了一个这个 哈哈哈哈 可以固定到地方拍岩石啊 拍东西 另外一些充电的东西常用的 那说到这个挺有意思 这是我不知道一元店买到 还是哪里拿到的一个 一直都有的一个东西 那平时也不怎么用 后来路上的时候呢 放小手机挺好的 结果它坏掉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 就在路上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的 不是说我去买啊 买不买得起是另外一回事 你第一想到的就会去修它 所以我把它修好了 后来可以继续用 这个小插曲吧 再来就是常用的充电器这些 那都放在这边随手就拿了 那当然还有这个 这些东西就是 因为有限的资源里面 你开在路上几个小时 你就会不断的想哪个要充电啊 包括我航拍的东西啊 都要在这充电 那我现在把那个拿开了 不然平时在那里 那这个手套箱这里呢 我现在有些东西放回来了 本来在路上的时候呢 我就里面放一些东西 就是可能稍稍有点贵重吧 或者是会引起这种坏人的 有想法的这种东西 看上去值钱 其实不一定值钱 那就会把它放在该隐藏的地方 对吧 像这些电源呢 这是我航拍的那个小电源啊 遥控器 我之前都放在这随手的 不然的话就关起来 那前面大概是这样子安排的 衣服的话我拿了三个很大的袋子 那第一个超级大袋子呢 放的就是干净衣服 在那里面呢有两个 对吧 一个小袋子装一些随身的衣服 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装脏衣服 脏衣服放在最下面 所以放的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也是本次的MVP之一 就是这一个热水壶 非常的给力 那我每次加油的时候都会去加满它 然后晚上煮饭的时候有热水 洗东西也好啊 煮面什么 这个热水的话会非常有用 一直就放在这 那我发现放在这比较好 因为我后面可以放 后面可以放对吧 一会再跟大家一起讲后面 可以放 但是呢 凉的比较快 这里有时候我会一路上开暖气啊 还会有点保冻功能 这个地方蛮暖的 包括很多电器 并不是每一个可以 这个天冷的时候用的很好的 用的 就这种大手机 我不知道是不是用了一两年了 这个电源 电池有问题了 小手机还撑得住 这个东西很给力 我另外一个带的LED的 就是买的普通的那种就不行 到了冬很冷的时候很快就没电了 还有一些东西吧 所以你慢慢就知道挺有意思 另外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在这里放了一个 嘿嘿随时呢 当然我这里平时还放一个那种洗漱包的 牙刷乱七八糟放的呢 这个呢就是嘿嘿 一个baby lotion可以擦擦乳液什么的 那前面是这样子 那前面是这样子 这个凳子呢 基本上就是竖着的 没有推到最最前面 那基本上啊 还可以这样子 再来到这里 木档可以打开两档 左边这个一打开 就整个大的打开了 右边呢就这里 这里我会放 现在放了一个 哦 这是pedic 本来我是买手霜的 后来买到这个 大家可以看看唐大叔的手 挺多伤的 还是这里啊 都是一路上很干 而且一开始去的几个地方 后来这个东西慢慢弄了 确实帮助很多 不然手疼死了 另外几个平时我会放一些充电器啊 什么东西都最重要的 都带两份充电器什么都多带一个 还有平时平时用的小的 火机也是临时放一个备用 那大的这里面就是呢 一般我就会放两包烟 哈哈哈哈 第一包烟呢 我就会放在这里 一包烟会放在这个地方 随时可以抽火机都找得到 第二包呢 没打开的或者什么 我就放在这个地方 那就放在 就放在这里面 另外的话呢 里面还有几样东西 第一呢 笔记本 晚上没事情做 可以写写笔记 第二的话 放了一些笔啊什么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唐大叔呢 车上 准备以后慢慢出去玩 就收集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多的贴纸 但这一个是最最重要的 因为它是Lake Tahoe 这个卢比肯小道的家吧 那当时去的时候呢 拿了一室两份的 当时那个Nice Lady 给了我两个 那小的已经贴在我车上了 这个贴在这 这个将来希望贴的越来越多吧 确实有纪念意义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后面的 那先从驾驶飞后排这里 开始看吧 首先呢 这一部分 把这个木马人的凳子 后排放倒之后 那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个 看到没有 这个放头 休息头的地方 可以放在凳子下面 那这样子之后呢 这就可以变成一个平的 平的一个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放枕头了 第二的话呢 那唐大叔最早本来是带了一个充气的气垫 家里出发前 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 我就带着 第一期一直吹不起来 费了很多力气吹不起来 可能有漏洞吧 那后来在 MOAPP 由他MOAPP的时候呢 我找到这个非常给力的垫子 大家看这个宽度 是刚刚好 刚刚好可以放在这里 那我剩下位置都放东西了 现在有点小乱 但我想给大家看原生态的感觉吧 放完这个以后呢 非常容易吹起来 放个枕头 那睡方面呢 我基本上一个就是毛毯 家里面带的一个毛毯 那第二的话 有个睡袋 这个黑色蓝色的 那反过来就是睡袋 再来的话 我就穿着外套睡 那这样子的话 我一路过来 还有一个滑雪裤 基本上保暖是没问题的 那大家再过来看到这个框 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移动的 它是一个等于说移动游击站的这么一个东西 本来呢 其实出刚出发的时候 它是很完美的 可以把那个航拍 就是dji spark 那个比较小的那个飞行器 放在里面所有东西 但是后来呢 这个东西一直我就不放里面了 因为一直用我就拿出来 另外放 另外呢 里面放一些 哈哈零食啊 乱七八糟的随手东西 我也会放在这 这个小吉他 不会弹吉他 这个yuka lily吧 还叫什么 yuk lily 也拿着也弹了几下 但可能最主要呢 还是这些 哈哈这些 各种各样的宣传册啊 什么的 有一些我比较喜欢的 像price啊什么 我都留着了 将来挺有意义的吧 带回来的这些宣传册 回去再看看 因为很多地方 我还是想再去第二次的 那另外一个 这个多次出厂呢 在大家看到视频和照片里面 这个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在车上 女儿吃剩下的吧 那我在路上一个原则 这个真的是你会发现所有东西 就是怎么去用 怎么样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去过所有 最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呢 我都拿了一块石头 和一点点土 所以呢 这里面是 这个东西 从MoApp 从卢比肯小道 从我住过最漂亮的 这些国家公园里面 带回来的 那是这些东西 另外呢 我就放了一些 可能不是特别常用 但是也有用的 像电源多接这个啊 用过一次 给我大电池充电 还有一些其他的 不怎么常用的 后来慢慢就跑来这边了 那当然这个地方 现在呢 睡觉的话 它肯定不行的 所以每天晚上的时候 我会把它拿起来 放在那个 前面的这个 放食物的箱子上面 或者放在右边 这样的话呢 我就有一整条的空间 那像现在这样 我就有一整条的空间 可以睡觉了 唐大叔一米七几 那把凳子呢 驾驶位凳子往前推一推 我是完全可以睡得很舒服的 这么直直睡 那再来呢 这个是很给力的一个东西 我刚刚还插了一个 第一呢 它可以USB充电 有需要的时候 第三个可以充了 第二的话呢 点火器的 点烟器的这种充电 它也可以 所以在这里可以用 它们两个是一起的 但是最主要它还有几个功能 第一呢 你看到旁边有这个 这个东西 那它是可以Dump Start的车 万一电池有问题啊 那一路上我都会看随车的这个 就是 木马人能看到的一些温度啊 压 什么 这个离合器压力啊 什么那些数字 我也会大概看看 都是正常范围 我就不担心了 但是有需要这个 可以这个点火 第二的话呢 出去玩 一会打气一会放气的 它是可以打气的 这个很给力的 很冷的天气 它也很给力 一路上没充电啊 帮我充很多 但是后来中间找机会充了一次 那现在还有两个灯 不管什么天气 现在干干燥还是潮湿 它都是很给力的 所以这个叫Battery Booster Pack with Air Compressor 所以这个东西是MVP来的 那这些帽子呢 我也戴了很多 这是其中一个 所有都用上了 小的牙神帽啊 或者其他帽子 那冷的时候不同的天气就加呗 另外这个东西呢 是个摄影的东西 那我带来呢 本来想摄影的时候可以用 这样白平衡可以调一调什么的 但是呢实际的用呢 最后挡东西啊 放在这个一些边上这里 标准的沙哈拉和鲁比肯 后面都有隐私玻璃的 第二排第三排 第一排没有 所以我说我放在前面挡一挡 其实我还带来另外一个 也是跟它一样 摄影的时候用的 但更大的 我就放在前面晚上的时候可以 挡一挡这种光线什么的 那基本上这样子睡得也很舒服 哈哈哈哈 这是这边的 再过来呢 那就是都是很重要 很MVP的东西了 那第一个这个水壶 唐大叔呢 出来时候纠结再三 要不要带这个油桶 最后没有带油桶 我只带了一个水桶 是个20升的水桶 现在里面装的水呢 是在Redwood 北加州的红树林吧 那时候CAMI带的山泉水回来 还没用完 昨天还在继续用 我觉得就是洗东西啊 一般这个就是使用水 一般装的油栈里可以打到的 洗东西啊干嘛的水 喝的水一般我就是买油栈那种大桶的 一开始我买 家里有剩了几瓶那种12瓶装的小瓶水 那喝东西啊煮东西啊 就用它 后来的话呢就买那种一大瓶的 那种比较经济实惠一点 那放在那边用 再来呢我有两个厨房方面呢 一个就是用的这一个 这个东西基本里面柴米油盐都在里面 现在有点小乱 但基本我有几个大分类 第一呢我一些泡面啊乱七八糟 我都放在一个袋子里了 第二这个是后来夹的 那我本来只带了一口锅和一个那种铝座的盆 后来这个呢和它都是后来夹的 那很有用这个煮水烧的热的很快 那这个呢质量也不错是做蛋糕的 但我拿来煎东西啊做什么东西很有用 吃饭也可以用 再来呢里面有柴米油盐 那再来的话有两个东西我就一直放在旁边的 一个是保鲜膜一个是锡纸都非常有用 这包碳就混到这来了 但实际上我是想 就是每天晚上会买campfire就是烧的那种木头 那炭的话可以烧的更久 第二我本来想用这个煮点好吃的 后来还是没找到机会 但是会有用到的时候 里面呢我把砧板和刀呢 那砧板一直放边上也好找 一个小砧板 刀呢我我就是放在这个保温手套里面 那用锡纸和纸巾包住 这样的话比较安全一点 再来里面就是柴米油盐了都放在这儿 油呢酱油那些我都统一放在这么一个 其实这是装柴火的装那个露云火的东西 那现在里面有一瓶油酱油两瓶油了 还有一个色拉酱 那像这种会撒出来或者什么我都放在这儿 这就是柴米油盐这部分 那再来就是这次真正的MVP了 不管你怎么说唐大叔觉得他才是真正的MVP 这一个stove煮饭用的 这个东西唐大大家也看到了一路上 非常快就可以弄起来 然后刚刚看过那个Propin就是烧煤气罐 那个小东西很快连起来烧 有两个炉火 这里呢可以调火量大小可以调的很多的 多大多小非常非常好用 当时纠结再三 本来朋友推荐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有点像一个三脚架 然后上面有个这种一个大的黑锅那种感觉 那么炒的那种 但是最后买了这个400加币 好像是400加币 是我最大的投资 但是绝对的MVP 太好用了 再过来有两个好东西 那第一个就是它 这是一个军用的装子弹的这么一个盒子 这里面哈哈 80个子弹可以带 800个子弹 真正装军用子弹 里面现在装两个东西 第一呢铲子 这个小铲子有用 在冰天雪地去灭火的时候 我就把血直接铲在那个 对吧Campfire那个东西里面 另外里面呢 放了一个我自己 这个袋子也不知道哪里找 那我就把它变成急救包 另外呢里面暂时没有放其他的 多数都是家里带来的 找到这个创可贴 然后路上就采购了这个小创可贴 唐大叔的手呢还是 呵呵伤了蛮多 所以它就都用上了 那还有其他的胶布纱布这些东西 做一个急救包吧 临时用的时候也有用 那平时就放在这儿 再来呢这个铲子 平时他们两个这个铲子真的很给力啊 这么小一个 哦这还带着 忘了哪个公园里面铲完雪之后 三折的一打开 就是一个铲子非常给力 那你在营地里点完火之后呢 灭火的时候如果土啊用土啊 或者用雪啊如果下雪的话 这样的话省资源就不浪费水了 那也很容易用 而且这种橘绿色的 对吧后面包包还有这两个 这几个东西很喜欢 那平时呢就放在那边 另外一个MVP呢 就是那吉普 哈哈吉普呢它会有一个选项 就是急救包吧 这么一个选项 而且红色小包很漂亮本身 那再来打开以后呢 它给你几样东西原厂里面 第一是一个WARM 大家知道WARM这个牌子做 小绳啊那些非常给力的 WARM这个牌子的手套一副 那这个我一般拿来弄 这个营火的时候那些木头 拿木头要小心扎手 那这个路上是买到的一个火柴 我以为是50根大支的 结果是50盒小盒的 也很有用 你点营火的时候可以一整包 就这么点了 连一点纸 那木头干燥的地方很快点好了 湿的地方就多放点纸也能点得着 这样一包直接用也不错 那平时我就放在这里面 再来呢里面会自带的 其实只有这个绳子 那这个大家看到 我当时救人的时候就用到它 唐大叔以前用的不多 一般都蹭朋友的脚绳嘛 就是Winch 对吧 那个绳索的那种 这个用上了 现在也知道怎么用了 挺有意思 就是救了两台车用它 再来呢它里面有带这个 那 是的 是的 我这里有个儿子 有个儿子 有个儿子 有点失败 可不可以 跟他说 好 没问题 谢谢 他的名字是Liam 嗨 刚刚路上呢 老奶奶迷路了 有点小老人痴呆吧 他就找不到儿子 就去送他回去 那现在天已经黑了 咱们继续把剩下讲了 那最后剩一个东西可能就是 这个袋子里面装的 那 这个是一个桌子 唐大叔呢 只用过一次 那我感觉路野营的时候 会用到非常多 不然的话呢 一般的campsite 他都会有桌子啊 有这种煮饭的地方 那你就用不上 唐大叔路上也用过 效果也非常不错 以后可能会用的多一点吧 去有机会路野营的时候 那最后一个呢 咱们东西就是 这是女儿平时放在那个 副驾驶后面 一个那种袋子 那最主要呢 这东西我 其他 最主要其他用途倒没有 但是呢 我把它看到这些夹子了吧 那放了很多种夹子 一路上这些 原来我摄影用的一些夹东西的 很有用 拿来封食物封口啊 包括我修那个iPhone的时候 我也用过 很多东西都能用到这个夹子 一般我到campsite的时候 他们桌子我就夹一个 这样夹一个 然后把垃圾袋放在那里 用的最多 基本上这样子 一个人呢 住在车里面去camping 其实四门的木马人 特别是我最爱的JK 是非常有用的 包括 所以呢做完今天这个视频之后呢 是真正的杀青了 嗯 这次出去玩真的很有意思 嗯 依依不舍吧 而且现在这个变成我一个lifestyle了 嗯 大家看到开头的那个 已经变得很野了 随便跑一个地方 雨天煮饭啊 什么地方都敢去 哈哈哈哈 非常有意思 依依不舍 大家接下来会看到很多视频 今天这个作为第一个吧 那我一路上 我会会把这次拍了很多很多 简介出来 大家 嗯 我想以这尽量以最真实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你自己去看 就像读一本书之后 读书一样 就是你自己怎么去感觉啊 把自己想象成那种情况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尽量让大家吧 能多体验一下 当然肯定比不了你自己去 但是希望展现一下这种方式 真的挺有意思 以前不知道的 嗯 这一次 挺有意思 go anywhere 做到了 那eat sleep repeat 对吧 吃好睡好 开吉普 重复这个过程做到了 呃 开到没有公路的时候 对吧 pavement ends the fun began 做到了 呃 非常完全是过了这么两个礼拜的吉普人生吧 呃 只是开始 好吧 大家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有很多好玩的这种 呃 经历你可以跟他拿出分享 跟大家分享 啊 当然啦 如果还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点赞 呃 如果不喜欢呢 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 呃 当然 对吧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呃 然后呢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呢 可以找他拿出来买吉普支持下业务啊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还是 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唐大树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唐大树呢出来一路上 这个是最有标志性的 经常能看到很漂亮的这种 呃晚霞呀 早上的那些我们摄影叫高登阿尔 我现在车都有点弄得有点金色了 谢谢大家